大家好,我是飘飘 包菜大家都喜欢吃 随便做都很有营养 今天我就用包菜 来给家人做一份美食 首先我们把包菜切开 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切成花刀 切成小菱形块 把它都包出来 清洗一下 最好用盐水浸泡10分钟 去除农药残留 我们把辣椒切成段 小孩子吃的话辣椒可以不放 把葱切成葱片 放到一边备用 最后再切一些蒜片 蒜香味和包菜才是绝配 锅里边倒上油 把刚刚切好的配料先炒香 香味出来以后 我们下入一勺豆瓣酱 小火继续炒出红油 再把包菜全都放进去 继续大火翻炒均匀 加入一点酱油 一点胡椒粉 少来一点鸡精 到这一步这道菜就做好了 非常非常简单的香辣包菜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点个关注吧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的美食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啦